所以面對台灣也是同樣的問題 中共有沒有想要控制香港 有沒有想要控制台灣 有嘛 中共有沒有意圖要干擾台灣也有嘛 中共過去有沒有意圖要透過 周邊的一些企業來台灣竊取技術 來台灣竊取機密來滲透台灣 都有嘛 那今天就像博弈剛才講的 如果國民黨希望說這個 共諜這個王立強要講清楚 你當初講說有沒有拿2000萬人民幣 給韓國瑜這件事情 你要調查清楚 這件事要調查清楚 不是先從2000萬人民幣開始調查 你要先從王立強所講的 向心拱青跟他講的公司 存不存在開始調查啊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當查進去他講的向心他講的拱青 他講的中國創新投資的公司的時候呢 讓大家嚇一大跳 為什麼嚇一大跳 因為他們成立的公司呢 看起來跟中國的國防軍事 都有很深的密切啊 除了剛剛前面宇朝老師在講的說 你看這個向心之前的老闆啦 曾經是中國的上將啦 然後曾經是中國國防體系的議員啦 然後呢 他的老婆拱青 所服務的單位也一樣 除了這個之外我們去看一下 今天王立強所講的公司 叫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 那麼這個公司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份合作備忘錄 這個合作備忘錄裡面公司各位可以看到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 那麼這一份合作備忘錄要幹什麼呢 他要開發什麼開發LED啊 那他的LED叫做軍民核用LED 要替誰開發 各位可以看我圈起來的部分 這一間公司叫做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 你光聽到名字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 你就知道這個就是中國軍方所屬的公司嘛 他的工作要幹嘛 開發坦克車開發裝甲車 開發兵器開發武器 那麼這樣的一家公司 你會發現中國創新是在替他做服務嘛 那這個服務 你可以看到合約簽的時間是在什麼時候 這個時間大概在2008年的時候 那麼他們從2007 2008 就在為中國兵器去做服務喔 那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中國兵器你現在聽起來好像沒有感覺 我講一個在前幾年發生的案子 你就會很有感覺 前幾年呢 台灣有個生化甲大廠叫穩茂 被偷走了價值75億台幣的技術喔 75億台幣 對這麼大的一個案子呢 發現來台灣這一邊 跟台灣的工程師接洽 然後要台灣的工程師 把技術偷出來的公司 是在中國一家叫加石科技 然後這一家叫加石科技的公司呢 你知道他背後服務的老闆是誰嗎 他背後的服務的老闆就是這一家 中國兵器工業有限公司 也就是說當初中國兵器工業有限公司 他為了要開發軍用雷達 他要做出生化甲的晶片 所以呢他透過他合作的 這家加石科技呢 來台灣挖技術 那怎麼挖呢 找了人到台灣這邊來 然後接洽文貿半導體裡面的工程師 透過人力銀行資料看到之後呢 約出來面試 約出來的時候呢 一開始是怎麼樣呢 寫了好多的考題啊 你答一下吧 光是這個答的內容呢 都是機密的東西喔 這工程師傻傻打給人家之後呢 加石科技的一看 這個是內行的 這個接觸得到機密 所以呢他就跟他回去說 那我再開幾個問題給你看 你答不答得出來 這工程師一看不得了 這裡面內容呢 都要跑到場裡面去 把相關機密文件列印出來 才可以交給對方啊 結果呢 40萬人民幣的金額 他就這樣把它賣掉了 那這一個人呢 他就答應了對方說 好 我就到中國去上班 我幫你把技術偷出去 那結果後來是我們的檢調呢 趕在對方 等於在飛機降落的那個時候呢 把人逮了起來 所以你就發現 這樣的一家公司 有沒有在竊取台灣的機密 意圖要干擾台灣 有啊 所以再回過頭來講 那這樣的一家公司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 過去你知道配合著中國 做了多少事情嗎 他們做了什麼 他們做了太陽能 而且他們的做法是什麼呢 他們成立的公司 都是用控股公司的模式 就是我要不能去入股你 能買你就買你 不能買你呢 想辦法看能不能拐到你的技術 拐不到你的技術呢 看能不能從裡面把人挖出來 丟到相關的公司去做服務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 向欣跟拱欣所有的這兩家公司 員工人數都不多 都有各十幾個人而已 因為他們要做的事情 就沒有這麼多 他們主要是財務的投資 加上去接觸 然後去挖腳挖人 所以你看 他們在太陽能做的公司 投資的叫太陽創建 他們在LED投資的叫唯美世界 然後呢 他們在新材料的部分 叫連貫未來 在新媒體的部分 叫藍色天使 我哈布拉拉列下來 就已經四家公司了 那更不用說 他們還有另外一家 叫中國趨勢股份有限公司 他連什麼呢 連學校他都做 他搞一個博師學校要幹嘛 培訓多媒體人才 培訓懂網路的人才 各位想想看喔 他培訓出來了 如果對他要打所謂的 網路的水軍跟資訊戰 人才技術我都有了 我跟你打水軍資訊戰 我還跟你客氣嗎 所以他完全有足夠能力 去做這件事嘛 他們要做什麼東西 他就去投資 然後有著相關人才就出來 然後這一家中國趨勢 我們講的 向心跟拱勤持有的 另外一家公司 他的前身叫什麼名字呢 他叫斯拓通訊 斯拓通訊曾經跟我們台灣 哪一個大廠簽過約 你知道嗎 斯拓通訊曾經跟我們台灣的大廠 齊美電子跟其力光電 在2008年的時候 簽過技術合作備忘錄 所以你想他們來台灣的時間 還算短嗎 不算短吧 很長了吧 這個滲透時間算長了吧 然後再給各位看一個有趣的資訊 他們的公司服務中國的軍方 到什麼程度呢 這個是2012年他們的公開資料 這公開資料各位看啊 裡面寫什麼呢 這字太小唸給各位聽好了 他們要做什麼呢 他們要做在中國地區 合作建立1萬個 以軍事為主題的 光榮使命國防教育體驗中心 那你想想看 一般的公司會去做這件事情嗎 不會吧 所以我們常常說 今天這整件事情 我們民眾最關心的是 中國到底用什麼方式 滲透到台灣來 中國到底要影響 我們社會到什麼程度 我們民眾關心的不是只有 韓國瑜到底有沒有拿了 那兩千萬人民幣而已 換言之 韓國瑜關心的那件事情呢 你先等一下 先等政府把前面這一段 向心拱青跟中國創新投資 在台灣做哪些事情 先查清楚再說